乌妻曲 李白 姑苏台上乌妻时 吴王宫里醉西诗 吴歌楚舞欢未必 青山玉咸半边日 银剑金湖漏水多 起看秋月坠江波 东方剑浩奈乐合 乌妻曲是岳父 青山曲词 西曲歌旧题 现存南朝梁 简文帝 徐灵等人的古题 内容大都比较米艳 形式则均为七言四句 两句幻韵 李白此篇 不但内容 从旧题的歌詠艳情 转为讽刺宫廷隐秘生活 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创新 相传 吴王夫差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用三年时间筑成横根无理的姑苏台 上见春宵宫 与宠妃西诗 在宫中为长夜之隐 诗的开头两句 不去具体描绘 蜀宫的豪华和宫廷生活的隐秘 而是以喜恋而赋予寒韵的笔法 勾画出日落乌漆时分 姑苏台上蜀宫的轮廓和宫中美人西诗 醉泰朦胧中 无形中使乌漆时带上某种象征色彩 使人们隐约感受到包围着吴公的幽暗气氛 联想到吴国日暮黄昏的没落趋势 而这种环境气氛 又正与吴王宫里醉西诗的纵情享乐情景 形成鲜明对照 暗含乐极悲声的意韵 这曾向外之意贯穿全篇 但表现得非常隐微含蓄 吴歌楚舞欢未必 青山欲闲半边日 对吴公歌舞只须提一笔 着重写艳乐过程中时间的流逝 沉醉在狂欢极乐中的人 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 清歌漫舞 朱颜威陀 享乐还正处在高潮之中 却忽然意外地发现 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红日 暮色就要降临了 魏字 玉字 谨相呼应 微妙而传神地表现出 吴王那种惋惜遗憾的心理 而落日咸山的景象 又和第二剧中的乌漆石一样 隐约透出时代没落的面影 使得欢未必而时以目的描写 带上了为乐难久的不祥暗示 银剑金湖漏水多 起看秋月坠江波 续写《吴公荒淫之夜》 宫体诗的作者 往往热衷于展览豪华腿迷的生活 李白却巧妙地从侧面淡淡着笔 银湖金剑 致着漫长的秋夜见次消逝 而这一夜间 吴王稀施 寻欢作乐的情景 便统统引入幕后 一轮秋月在时间的默默流逝中 越过长空 此刻已经逐渐暗淡 坠入江波 天色已尽黎明 这里的景物描写中 加入起看二字 不但点醒景物所组成的环境后面 有人的活动 暗示静谧皎洁的秋夜中 隐藏着淫秽丑恶 而且揭示出享乐者的心理 他们总是感到享乐的时间太短 昼则望长绳细日 也则盼月注中天 因此 当他起看秋月坠江波时 内心不免浮动着难以名状的怅恨 和无可奈何的悲哀 这正是末代统治者 所特惧的颓废心理 秋月坠江波的悲哀寂寥意象 又与上面的日落乌漆景象相应 使渗透在全诗中的悲凉气氛 在回环往复中 变得越来越浓重了 诗人讽刺的笔风 并不就此停住 他有意突破乌漆曲旧题 偶据收节的格式 变偶为基 给这首诗安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东方见号奈乐和 号是号的假戒字 东方已经发白 天就要亮了 寻欢作乐 难道还能再继续下去吗 这孤零零的一句 既像是很长夜之短的吴王 所发出的欢乐难记 好梦不长的叹愧 又像是诗人 对沉溺不醒的吴王 敲响的警钟 诗就在这冷冷的一句中 陡然收杀 特别引人注目 发人深省 这首诗在构思上 有显著的特点 即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 写出 无功淫逸生活中 自日至目 有字目达旦的过程 诗人对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场景 并不做具体描绘渲染 而是紧扣时间的推移 景物的变换 来暗示 无功荒淫的昼夜相继 来揭示吴王的醉生梦死 并通过寒林七鸭 落日咸山 秋月坠江等 赋云象征暗示色彩的景物 隐喻荒淫纵欲者的悲剧结局 通篇纯用客观续写 不下一句辩词 而讽刺的笔方却尖锐冷峻 深刻刺入对象的精神与灵魂 清人所编唐宋诗纯 评此诗说 乐极生悲之意写得威婉 为己儿迷路由于孤苏意 全部说破 可谓记性深微者 莫坠以单据 有不尽之妙 这是颇能抓住本篇特点的评论 李白的七言古诗和歌行 一般都写得雄旗奔放 自似淋漓 这首乌旗曲却偏于收敛含蓄 身丸隐微 成为他七谷中的别调 前人或以为他是借无功荒淫 来托讽唐玄宗的沉缅声色 这是可能的 玄宗早期历经图治 后期荒淫废正 何福差 先发愤图强 朕无败月 后沉缅声色 反之父王 有相似之处 据唐梦启 本事诗记载 李白出至长安 何之章 见其乌妻曲 探赏苦吟 说 此事可以弃鬼神意 看来 赫之章的弃鬼神之评 也不单纯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 本文作者刘学凯 朗读 白云出秀 赫之章的弃鬼神之评